哈喽,大家好,我是戴妮去看非洲 看一下,昨天又买了一只小狗 之前的那一只,上次回国的时候被他们养死了 这个猪女刚刚看到了,也过来摸一下 他好像家里面也养了很多狗的 你放多个地管 是吗? 五条大的,三条小的 应该院子很大,不然不会养那么多狗的 我们等下跟他拔个窝,然后跟他搞点吃的 你问什么? 什么类似的? 姜曼侍佛 他不知道是不是得工没有钱 问一下,看能不能搞一只小的 拿过来养一下,养两只 这是同事老陈 回去他的衣服,刚刚问他 不要了,跟他拔个小窝 这个一天时间,还是可以的 先一个小箱子吧 之前我们不是做了一个狗笼的吗? 估计要再长两三个月,才关的进去 早上跟他弄了点稀饭跟那个猪肉 再喂他一点,ok enough 那是墨 再跟他搞点瘦肉在里面 应该差不多了 少一点点就可以了 看这个小狗,估计是饿了 早上的时候跟他这样配了一点,吃完了 这里估计 等下也估计吃的差不多了 刚刚来这里吧 条件,环境还不熟悉的 你看这个吃相的话 确实 不过这个稀饭是热的 早上的 之前的那个也是半大狗了 几个月了,不知道患了什么病 死了 这边的话基本上也不吃狗肉的 当地人如果说看到你杀狗的话 可能还要报警举报的 所以说吃狗肉 听很多中国人说都是偷偷摸摸杀的 也是一个习惯嘛 不知道这只能不能养大 如果说祝你那只能搞一只 德国梅养犬之类的品种 拿过来喂一下的话也还是可以啊 估计是家里面大户人家啊 五条大狗三条小狗 这个规模也不小了啊 好了,希望他平安长大啊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